今天上午台中市议会十多位的市议员 还有台中市政府的一席人组成的考察团 是来到了新北市淡雪的新兴公共托育中心参观 台中市政府也期许未来四年内 要增加18所的公共托育以及公托家园 今天上午由台中市议会省又廉议员 召集了十多位的市议员 还有台中市社会局长林允杰 以及市政府局处首长等人 组成将近20多人的考察团 来到新北市淡雪区新兴公共托育中心 进行了一场观摩交流活动 台中市社会局长表示 在过去台中公共托育数量只有五所 看在新北市的成功经验 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希望可以出团参访 带回许多的宝贵学习 让台中也能够发展良好的公共托育中心环境 未来台中市政府会在四年之内成长 一共增加18所的公共公托中心跟公共托育家园 在寻求这个场地的过程当中 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场地 因为有些单位他会有本位主义 他即使是闲置空间他也不愿意释出 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要大家一起来 所以刚刚我们交换今天的过程当中 非常有意义就是说 事实上不只是跨局处 或者是说民间单位一起来 更重要的是议员 也可以在这个部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新北市淡水 这边来学习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台中市的 对幼托的这一部分也能够急起直追 我们的市长妈妈 卢秀燕市长她非常重视这个区块 那我们民政委员会也非常重视 那好的我们就来学习 那大家共同成长 台中市议员表示过去台中市所遇到的困难 就是用地的取得问题 借由这一次的参访 学习到如何运用协调闲置空间 另外就是成立跨局处的沟通 与专业市府团队才能够让台中发展公托 而另外新北市副秘书长也说 新北市到现在已经设置了60处的公共拖曳中心 以及12处的公共亲子中心 累计服务已经超过了394万人次 也希望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其他县市 除了在经验交流之外 那当然我们也非常乐意把我们过去执行的经验 当然我们过去也碰到的一些困难 那来跟他们做分享 那也希望台中市未来在公共拖曳的部分呢 也能够迎头赶上 甚至追过我们 头市长上任之后呢 有鉴于这些空间上面的一些缺乏 所以他在相关的政策的部分 比如说在工业区的立体化方案的部分 那么呢我们就鼓励企业托医 序业托婴以及序业托幼 而这一次的交流活动参访了淡水区新兴公共拖曳中心 新北市还送了一本公拖秘籍 里头有详细的资料 让台中市看到新北市成立专责工作团队 并且联合18个局处 全力配合透过需求评估规划 而另外新北市也将在未来推展企业设置公共投益中心 让公拖更进阶 而另外台中市也期许 在未来的四年内增加到18所的公共投益中心 以及公拖家园 记者许多安一代学采访报道